今天我们就拍一段快影片 和大家一起由原装换成改装的破冰头 我们马上去片 大家好, 谢谢大家看我们的影片 如果未订阅的朋友, 记得订阅和赞订阅我们的影片 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 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一起换波棍头 这一部是Honda S660 基本上大部份的棍波车的换法都差不多 Honda车基本上每部都是这样换 所以我们今天想一起换波棍头 究竟660这个波棍头要如何换呢 首先我们要把皮套先按下来 就是这样 按下来之后你会发现是扭不动的 因为我们这里有银片 是顶死了波棍头 所以我们要有17号的士巴拿 我们先撑住 我们要把它扭下来 看到吗? 松了 然后松了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它扭出来 就是这样 为何我们要换这个波棍头呢? 其实大家看到 波棍头是花了的 所以我们想换它 我们就在日本买了一个波棍头 这一个就是我们想换的波棍头 可能大家看不清楚 我们先换清楚一点 这都是皮套来的 那我摸镜吧 就是这个了 那装的情况就跟刚才拆的情况一样 反过来 那我们很简单 我们只需要扭进去 好了 那有问题了 大家看到我们扭进去之后 看不见到这个1 2 3 4 5 6 标志 这个标志和平时入波的位置是尾了的 入波应该是这个位置 现在是斜了 那我们要怎样做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锁片调校 看看能否扭低一点 好了 好了 那我们看见了 扭低了之后 那1 2 3 4 5 6 就跟平时差不多了 那我们继续住之后 接着我们把锁片鎖近它 我们先摸一下 那我们呢 把锁片鎖近它 好了 那便完成了 那现在我们不能扭向下 又不能扭上来 捆死了 那我们接着 就把这个皮套 扭上去 那便完成了 这个皮套 换了这个呢 这个手感 比原装那个好很多 因为呢 它是完全 在这个掌心那里 很好入 因为它比原装那个 而且圆 没有一个曲 不顶手 那行程也都断了 很好入 那或者我们现在看看 before和after的分别 都可以 我们下来 今天影片到这里也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like、share和subscribe我们的频道 可以的话按键按键 所有新影片都会提醒你们 下次见 拜拜